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大家选修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门课程呢 由胡锡铭博士 少嘉德博士和我来共同主持 在本课程的上篇 我将和大家共同探讨 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而在下篇呢 胡锡铭老师和少嘉德老师将和大家重点来探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的基本的理念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学习上篇的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地位 阿诺德汤英比呢 是一个英国的历史学家 他也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呢曾经两次造访中国 20世纪70年代初 他接受访谈预言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 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 而是中国 大家要知道 当时我们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时期 状况相当之艰难 所以汤英比的这一元无疑是极其惊人的 那么汤英比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惊人的预言呢 他表示 如此高度评价中国 与瞿说是由于中国在近现代史上 比较短时期所取得的成就 乌宁说是由于认识到 在这以前2000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 和中华民族一直相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 也就是说 汤英比实际上是基于 对年源不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在 预言了当时正处于低谷的中国 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 崇高世界历史地位 由此可见以待 在世界文明史上 中国传统文化拥有怎么样的地位呢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悠久 而且至今仍富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 我们经常会说 四大文明 四大文明 或者说四大古文明 这实际上是19世纪以后 才出现了一种说法 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历史教科书中间 大家都这么说 但具体的所指不尽一致 最流行的观念认为 四大古文明是指 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 产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龙文明 产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 以及产生于印度和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 世界四大古文明 对人类文明所做的发展 都做出过巨大贡献 都很伟大 都很辉煌 相互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比较可言 也无需比较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生命力是否顽强这个角度看 四大文明还是有某种可避性的 到今天 以我们中国并称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巴比伦 埃及 印度 那么在历史的沧河中间 要么已经消亡 要么已经中断 构成其文明核心的民族文化 也已经在世界文化史上逐渐淡出 让位于其他新兴民族的文化 放眼四大文明体系 唯有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 绵延五千年 而未有中断 学习过近现代史 我们都知道 近代以后 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空权巨大的挑战 尽管如此 它仍旧保有病患发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渐从曾经的天朝大国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呢 也在西学东建这样一个大潮中间 也在咱们有数据把心他的学与 去复兜东老杓谷 感谢观看